这一讲我们来讲一个你很熟悉的话题 基础设施建设 你知道中国搞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 被誉为基建狂魔 那你也知道大量的基础设施都跟交通有关 铁路公路机场 所以才有了一个绰号叫铁工机 你还知道要致富先修路 有了基础设施才能带来经济增长 可是这些我们觉得已经很熟悉的事物 你有没有再多想一想 它背后更深一层的逻辑呢 你是否低估了这些熟悉事物的力量 比如说吧 你是怎么看待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 就决定了你能不能接得住 政府发出的这个接力棒 那我先从一件小事说起吧 去过新加坡的朋友都有印象 是容是貌干净整洁 那你有没有再想想 为什么新加坡会这么注重道路的整洁度呢 仅仅是因为他们更爱干净吗 当然不是了 假如你是一个投资者 你到了一个地方 肯定会关心这个地方的投资环境怎么样 你要去看这个地方是不是遵守法治 政府的官员是不是连结奉工 服务态度好不好 是不是欢迎外来的投资者 可是这些指标都是很难一眼看出来的 那宽敞整洁的道路 其实就是新加坡向来这个国家的投资者 发出一个信号啊 来我们这里吧 我们能把道路搞得这么秩序井然 肯定也能够把这座城市治理好 你看基础设施 它是一种最简单有效的彰显体制优势的办法啊 那你再想想当基础设施发力的时候 一个国家的士气也会提振呢 那说到这里你就明白 基础设施它可不是修个路修个桥那么简单的 一个国家的体制是基础设施背后的基础设施啊 那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中 铁公鸡的比例在下降 而用于水利工程环境保护 以及像图书馆博物馆音乐厅体育场 这样的公共设施的支出再增加 比如说吧 中国每年用于铁路行业的投资 大概是8000亿 但是用于公园和景区的投资 大约是1.5万亿 用于绿化管理方面的投资 也将近3000亿 那这意味着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会越来越向民生方面转移 那到最后 这些基础设施就不再是一个死物件 而是一个活系统 它在不断的进化 它就像八爪鱼 触脚伸出去 就把物流工业农业都吸住了 当这些行业都连成了一张网 那就能把原来孤立的东西盘活了 还有啊 你再想一想 正是因为基础设施这么重要 咱们可不能让明天的中国 因为基础设施老化 让大家都泄了气 所以你就会明白 中国以后不仅要持续不断的 在基础设施方面加大投资 还要换着花样 提供更多种类的基础设施 而且还会未雨绸缪 考虑基础设施的可持续经营 这个大趋势 对中国经济 对你我的生活 都会有深远的影响啊 好 透彻地理解了基础设施背后的逻辑 我们才能够想明白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机会 所以我才说 这就像是一场接力赛 政府是跑第一棒的 那现在 它已经把接力棒交到了你的手里 你该怎么接住呢 你得理解 政府希望你怎么接住这一棒 政府原来喜欢扮演主导的角色 事无巨细 全部去管 但效果并不理想 那修基础设施 意味着政府更愿意去引导 而不是主导 从实体层面的交通通讯设施 到金融层面的产业发展基金 这些一环套一环的基础设施 其实都是在引导我们去接棒啊 这其实就是 在用基础设施来发动群众 而且基础设施强调的不是结果平等 而是机会公平 路修好了 谁上路去跑 那是市场自己决定的 上路去跑该运啥货 那也是市场自己决定的 机会就摆在那 能抓住机会的人 就有更强的竞争力 能接住接力棒的 都迎来了一个爆发期 比如有了高速公路 才有了后来的物流行业 以及如此便捷的快递 那有了高速铁路 才有了跨城生活 一个个都市圈就兴起了 环境改善了 变成了青山绿水 才有了乡村民宿 有了互联网 才有了电商直播 才能够有像假胖子 这样的网红出现 那我在调研中了解到 政府现在又开始在建 高标准农田 按照相关的规划 政府打算到2030年 累计建成12亿亩 还要改造提升 2.8亿亩高标准农田 那如果按照一亩 一千斤产量来计算 这12亿亩田 就能够稳定 1.2万亿斤以上的 粮食产量 这大约是咱们国家 当前粮食产量的90% 那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 给未来的农业 又会带来什么变化呢 后边的课程中 我也会带你仔细看看 如果你想要接住接力棒 你还要找到基础设施 带来的规模效应 我们在前面的课程里讲到 中国的城市化 出现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发生变化最大的 已经不再是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而是看似偏僻的县镇 你随便到一个县城 站在它最繁华的商业街上 就能够看到一部 中国经济 中国社会的演化室 看看沿街的店面 你就能看到 从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 到服务社会的 飞速变化 农资农积 化肥种资 这是农业社会 电缆电线 五金基电 不锈钢 这是工业社会 手机 服装 蓝州拉面 沙县小吃 每一家超市 上到咖啡 这是服务业社会 那你会说 这有什么稀奇的 每个县城都是这样的呀 确实如此 可是这才是有意思的地方啊 你想啊 曾经搞的轰轰烈烈的特色小镇 好多搞不下去 都黄了 但是自发成长起来的都是无特色小镇 那机会就来了 这些看起来千篇一律的无特色小镇 其实是连接在一起的 所以它们会同时生长 那它们为什么能长得这么茁壮呢 就是因为有了基础设施啊 有了道路 有了拔地而起的住宅小区 有了医院学校剧场公园 然后呢 就能够长出来 培训班健身房旅行社咖啡馆 你觉得是千篇一律 但其实那就是规模效应啊 举例来说吧 开在都市里面的奶茶店 面临着激烈的竞争 只能一家一家的开 专走县城路线的密雪冰城 却能够在很多地方同时不开 大规模扩张 开了上万家门店 为啥呢 就是因为它只要在一家县城 把商业模式跑出来 就可以在所有的县城复制啊 有了互联网的传播 县城的消费理念 并不比城市落后太多 那有了电商平台 大品牌也不需要在线下一级一级的渗透 而是可以直接面对所有的消费者喊话 别忘了人在腾挪呀 那钱也在流动 从外地打工挣来的钱 支撑了很多县城的消费 所以在看似千层一面的县城里 其实蕴藏着巨大的商业机会 想要接住接力棒 还可以去利用基础设施 带来的渗透效应 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有了基础设施 看起来很边缘 很偏僻的地方 就有了新的机会 就说民宿吧 一些做的好的民宿 都是在风景秀丽 但是很偏僻的地方 过去你想去都去不了啊 现在就方便了 我今年去了浙江离水松阳县的民宿 在一座山的山顶上 有个陈家铺村 这个村子已经有六百多年历史了 村子里面很多老宅子都荒废了 可是这里的民宿却做得很新潮 我跟做民宿的小哥搭讪 夸他们的民宿漂亮 我说你们的民宿 比五星级酒店颜值还高 小哥呵呵地笑了 问我你们从哪里来啊 我说我是从上海来的 他说这就对了 你们这些大城市里的人 没见过世面 他这个凡尔赛的够可以了 那为什么这么偏僻的乡村 也能做出惊艳的民宿呢 这就是因为先有了基础设施 然后从外面来的这些做民宿的 才能渗透进来啊 这村子里还有一家书店 一进门第一个书架 从上到下都是诗集 再往里走 还有小说历史哲学艺术 这么文艺饭的书店 能开在村庄里 可见基础设施带来的渗透效应 有多么强大呀 这么高冷的书店 就是要打掉那些城里游客的嚣张气焰 他告诉你 这里才是净土 这座书店 就是要让城里的游客不再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看农村 只有在安静祥和的乡村 如此前卫的书店 才能够像门前的小溪 门后的青山一样 一眼就能够发现 而且越看越喜欢 好 总结一下这一讲 虽然从表面上看 似乎在各个层面 城市都能够碾牙农村 但是接住了基础设施的接力棒 乡村也能够找到破局点 在一个独特的维度上 超越看似不可超越的城市 形成一种平等的竞争 在设法 在竞争中找到自己的生态位 这一讲快要结束了 我给你出一道思考题吧 虽然中国修了很多的基础设施 但还是不够 在很多方面还有欠缺 那有欠缺 那就有进一步改进的机会了 那么你能帮忙找到这些 进一步改进的机会吗 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跟大家分享 上一讲我们说到了 中国独有的基础设施能力 这是中国经济的优势 不过你可能也听说过一些说法 说中国搞基础设施建设 花了那么多的钱 那以后还不上 那不是会出问题吗 有的国外学者就预言 说中国会爆发债务危机 那中国到底会不会因为搞基建 引发债务危机呢 我先从我今年的调研讲起吧 我今年去了贵州 就是为了去看那里的高速公路 那为什么要去贵州呢 因为贵州是中国唯一一个 没有平原的省份 在那里修路可不容易 你可能知道在抗日战争期间有一条中印公路 其中有一段就在贵州省的秦龙县 因为拐来拐去太极去了 被叫做二十四道拐 在贵州修路是真的太不容易了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贵州到处都是笔直的高速公路 遇到山挖个隧道穿过去 遇到河呢 架坐大桥跨过去 二十年前 贵州有了自己的第一条高速公路 那二十年后呢 贵州的高速公路已经超过了七千六百公里 贵州省的公路通车里程已经是全国第五了 怎么样 厉害吧 可是 我去调研的时候 贵州高速公路的朋友正发愁呢 为什么呢 因为贵州的高速公路是赔钱的 那这很容易理解啊 因为在贵州修路更贵啊 你想啊 中国最早修高速公路的时候 曾经一公里只需要两三千万 现在呢 一公里要花一点五个亿 而且贵州桥梁多隧道多 有些路段的修建成本 已经达到了一公里近三个亿 修好了高速公路 也基本上不挣钱 贵州的车流量 客流量 那本来就没有办法跟沿海发达地区相比 后来高铁通了 又分走了一部分客流量和车流量 而且贵州的高速公路 当初都是贷款修的 那即便赚了钱 也不是先拿来养路扩建 而是要先还债 那它还本付息的支出占多少呢 占到了总支出的90% 现在是这样 以后道路逐渐老化 需要的维护成本更高 那要花的钱会越来越多 那怎么办呢 那你可能会说啊 贵州比较特殊 那就多支援一下他们呗 可是高速公路还不上钱 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 2021年 全国会有3400公里的高速公路收费到期 未来十年 还有4.5万公里的高速公路收费期限到期 这就占到高速公路总里程的五分之一了 到期之后 如果不能再收费 也没有其他的收入 那这些道路的可持续运营该怎么办呢 听到这儿 你可能开始担心了 这么说来 那些说中国要爆发债务危机的预言 似乎也有道理啊 那究竟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想把这个问题想清楚 我们一定要了解 负债和资产这两个概念 我们刚刚的讨论 是从负债这一段来看的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债务 确实很多 确实值得重视 可是我们不能只从负债这一段去看 这些负债对应的是什么 是资产啊 就算中国有很多债务 别忘了 我们还有很多资产呢 那为什么说负债对应的是资产呢 你想啊 政府是借了钱 那他借钱是干什么去了 他修路去了 修好的高速公路就摆在那里 你看得一清二楚 那你就能够理解了 地方政府的负债 对应的不仅是资产 而且还是好资产 为啥呢 因为这资产丢不了啊 别忘了有的上市公司养扇贝 养着养着扇贝都会突然消失不见 那只要这条高速公路在 他就能收费啊 他收了多少费 那也是清清楚楚的 你根据车流量就能够算出来了 所以高速公路就是一头能源源不断地挤出 奶支的现金奶牛 好 既然是好资产 那为啥我们又要担心高速公路还不起钱呢 很简单 这是因为我们把约束条件缩死了 按照现在的政策 高速公路只能够通过收通行费 在规定的时间内还完银行的贷款 收多少钱 那是规定好的 收费的年限也是规定好的 活人都能让尿憋死啊 那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要跳出原来的思路 解决债问题 不能只看负债 也要看资产 要学会盘活资产 不能只看短期 要看长期 要学会从长期 那啥叫看到资产呢 我在这次贵州调研期间才知道 原来高速公路可不是只有一条路 沿着高速公路 还有路边的服务区 还有收费站 那收费站的后面 还有一栋楼呢 楼里面还有食堂 这栋楼也是高速公路的 高速公路两边还有广告牌 还有通信管网和基站 高速公路有自己的仓库 也有自己的维修站 标普 高速公路的两边也有不少土地 那是在修路的时候就已经争过来了 那这些是啥 这都是优质而庞大的资产啊 好 那你再接着想 这些还都是有形资产 那还有无形资产呢 现在已经是数字时代了 关于路况 交通流量 用户出行 以及消费的各种数据 这都是巨大的 能够动态更新的资源啊 只要用好了 那都是资产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 不要只看负债 你还得看到资产 如果能够把这些资产利用起来 那解决高速公路的债问题 就没有那么难了 光看到还不行 那这些资产到底盘活了没有呢 贵州高速的朋友告诉我 他们已经完成了土地的确权 也就是说 他们已经把原来零零星星 无人过问的土地都盘点了一遍 把土地的所有权都明确了 好 那至少在账面上就能看出来 贵州高速的资产好像增值了不少 可是盘点只是盘活的第一步 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干 贵州高速的朋友也在做各种探索 比如说贵州有一个霸林河大桥 如果你要去黄果树瀑布景区 说不定会经过这座大桥 有一次有一个极限运动爱好者 从桥上朝下跳伞 那这当然看起来很危险了 可是再一想 既然有人这么干了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在这里 开发一个极限运动的景点呢 于是这里就有了空中秋千跳伞和滑翔伞 还有一个蹦极项 那那里的蹦极 已经创造了世界吉尼斯记录 有370米高 所以一旦跳出了原来的框架 不仅看到负债 还看到资产 而且把资产盘活就打开了思路 高速公路的服务区 可以做成网红打卡的景点 也可以在具备条件的地方 搞房车营地 收费站后面的大楼 要是能办成汽车旅馆 一定会很受欢迎 高速公路两边的土地 可以用来做物流基地 把这个思路打开来 那能做的事情就多了去了 不仅是高速公路有钱赚 社会资本也能进来 贡献自己的力量 大家一起把这些资产盘活 那只要理解了盘活资产这件事情 就不光能解决高速公路的债问题了 在其他的事情上 也能为我们带来很多启发 为什么这么说呢 要知道啊 在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上 我们过去那种收费偿债的模式 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如果只能够按照收费偿债的模式 那高速公路的债问题 就是个无解的死问题 不光是高速公路啊 高速铁路的债务也很高啊 那不光是交通啊 我们在水利工程 环境保护等等 这些方面的支出越来越多 我们还修了好多图书馆 博物馆 音乐厅 体育场 这样的公共设施 这么多支出 都很难通过收费来收回成本啊 都得学会用资产的眼光去看问题 学会盘活资产 改变约束条件来思考解决 所以不腾挪 那就解决不了中国的债问题 是的 我们是借了债 但是借债投资 它又形成了资产呢 高速公路 高速铁路 博物馆 体育场 公园 那都是肉眼可见的 新形成的资产 那这些投资本身 就是GDP的一部分 这些投资 还会带来更多的投资 没有高速公路 就不可能有 如此快捷便利的网购 没有高速铁路 就不可能把沿海和内地连接在一起 我们不仅需要这些基础设施 而且需要让它们不断更新 那这就不能只关心 让基建项目按时还钱 而是要实现基础设施的可持续经营 只有盘活了资产 才能够实现基础设施的可持续经营 在目前的状况中 寻找优势 找到自己的目标 改变约束条件 不要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这就是我们说的 腾挪呀 高速公路的案例 再次告诉我们 腾挪的思路有多重要 比如说吧 中国的国有企业 曾经一度亏损很严重 那中国的银行 也曾经一度资不抵债呀 从技术上来说 都到了要破产的地步 结果呢 我们都是通过腾挪的办法 在增长的过程中 慢慢地把这些问题都消化掉了 所以学会了这种思维 你就能够举于反三 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一类 要靠时间来化解 并且从全局来解决的难题了 总结一下 这一讲 我们主要分析了基础设施 带来的债务问题 想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恰恰不能把它看成债务 而是要用腾挪的思维 去思考债务背后的资产 并且把这些资产盘活 来解决问题 好的 这一讲就要结束了 那我们做一个小规模的调查吧 如果允许高速公路 收费的时间延期 但是通行费比原来收的更低 那你是会支持呢 还是会反对 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